這段影片要跟大家介紹如何在iPhone上使用子母畫面來播放YouTube影片 這是iOS4為iPhone加入的新功能 你不只能看內建的影片或是Apple TV Plus或是iTunes Store的影片或是FaceTime視訊的時候你也可以用子母畫面 這個PIP功能在台灣叫子母畫面 在中國叫畫中畫 英文的話叫PIP 你現在如果在iPhone上你必須要更新到iOS14才能使用這個功能 如果你是在iPad上的話你現在就可以使用了 你現在不能透過這個YouTube App來使用這個功能 你必須透過Safari來開啟YouTube 然後隨便播放一個影片 然後你把它放大到全螢幕 然後回主畫面 你可以移動它的位置都可以 一邊瀏覽網頁嗎 或是一邊滑Facebook 一邊看YouTube影片呢 現在可以辦到了 你也可以點擊 把它放大 首先 叫你的iPad更新到iPadOS以上系統 也就是所謂的iOS3.43.0以上系統 可以關掉 目前這個功能 你必須要在iPhone上 你必須要更新到iOS1414才能使用 如果你是在iPad上的話 你在iOS143 你一樣可以透過Safari來開YouTube 就可以在背景用字幕畫面來播放YouTube影片了 如果你是iPhone 才需要更新到iOS14才能使用 在iOS14才能使用字幕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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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可以看看